最新战爆 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比赛 在当地时间深夜零点过后 日本男团经过一番激烈争夺 最终未能挺进奥运决赛 爆出大冷门 张本志和遗憾败北 日本队被7号种子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实现了惊人的3比2逆转 男团第一场半决赛上演了一场焦点之战 对阵双方分别是赛会7号种子瑞典男团 和赛会4号种子日本男团 国评球迷深知 日本队是最难对付的对手 也是国评争冠道路上的最强竞争者 因此这场比赛备受关注 然而 这场比赛历时3小时40分钟 尽管日本队一度以大比分2比0领先 却被对手顽强逆转 面对如此强硬的对手 张本志和在最后时刻明显力不从心 最终 日本队在决胜盘的决胜局中遗憾落败 首场比赛中 日本双打表现非常出色 小种大灯与护上损服以3比1逆转战胜 卡尔伯格和卡尔森为日本队赢得了宝贵的一分 第二场比赛是单打 张本志和将对阵今年奥运会男子单打亚军得主莫雷加德 强强对决 颇具看点 张本志和全力以赴 以3比1的比分战胜对手 为日本队赢得了第二分 比赛进行至此 球迷们纷纷认为日本队晋级以基本无悬念 然而 事实上日本队的情况并不稳固 后续的单打比赛是他们的弱项 毕竟选手们并不是特别强的球星 在第三场比赛中 曾经的世界冠军双打成员之一卡尔森 面对日本主力球员护上损服 以强劲的表现实现了3比1的惊天逆转 在第四盘比赛中 莫雷加德面对小种大灯 奋力争胜 他先赢得两局 建立了显著的心理优势 虽然第三局失利 但在第四局中 他以12比10的比分险胜 帮助瑞典队连追两分 在决胜盘中 卡尔伯格迎来了个人单打赛事 享受了较为充足的休息时间 他面对的是日本顶尖选手张本志和 起初处于劣势 但随后逐渐发力完成了逆转 张本志和以两个11比5的比分 先行取得了2比0的领先 然而 卡尔伯格以两个11比7扳回两局 在最后一局中 卡尔伯格在3比6落后的情况下 最终逆转局势 在9比9平之后 卡尔伯格连赢2分 以11比9实现了逆转胜利 日本队意外以2比3出局 7号种子率先晋级决赛 国拼将与法国队争夺另一个决赛名额 北京时间8月8日 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办决赛中 中国队以3比0的强势表现轻松击败法国队 顺利晋级决赛 这场比赛中 王储钦与马龙的组合在双打比赛中先下一程 樊振东和王储钦则在单打比赛中分别战胜对手 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接下来 中国队将在决赛中面对本届奥运会的超级黑马瑞典队 瑞典队在半决赛中逆转了日本队 这匹黑马的实力不容小觑 中国队的3比0大胜并不意外 但在决赛中对阵瑞典队 我们必须承认 这场比赛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虽然国拼的实力毋庸置疑 但瑞典队的突然爆发 特别是他们在半决赛中逆转日本队的表现 让人不得不为中国队捏一把汗 毕竟在奥运赛场上 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尤其是面对一支状态火热的队伍 马龙 樊振东和王楚清都是经验丰富 实力超群的顶尖选手 他们在本届奥运会上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 然而 瑞典队的莫雷加德和卡尔伯格 显然不是等闲之辈 尤其是卡尔伯格逆转张本志和的那一场比赛 充分展示了瑞典队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这样的对手往往会在最关键的时刻制造惊喜 在这种关键时刻 保持冷静的心态尤为重要 我们相信拥有丰富比赛经验的中国选手 会在决赛中继续发挥出色 但也希望他们能认真对待每一分每一局 不给对手任何可乘之机 奥运会赛场瞬息万变 谁也不能保证比赛的走向完全如预期发展 所以国拼必须做好迎接任何挑战的准备 面对即将到来的决赛 中国队的实力依然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但我们也要尊重对手 重视比赛 瑞典队这匹黑马固然充满挑战 但相信国拼的选手们会以他们的实力与智慧 用一场精彩的比赛为祖国再添一枚金牌 近几十年 中国乒乓球是世界拼弹无可争议的王者之师 可以说 近几十年中国几乎包揽了所有世界大赛的冠军 但凡事无绝对 就算中国乒乓球的统治力这么强 也遭遇了很多不利的局面 甚至也有丢掉奥运金牌和世锦赛冠军的时刻 今天 我们就来盘点进20年中国乒乓球队的 四大至暗时刻 2004年雅典奥运会 当时中国南拼的主力是孔令辉 马林 王立勤等队员 其中 大满贯队员孔令辉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了 所以当时夺贯的任务就在马林和王立勤身上 那个时候 奥运会单打比赛 每个协会可以报三名队员 同时还没有团体赛 而是双打比赛 每个协会可以报两队双打组合 除了马林和王立勤之外 南拼教练组把第三个单打名额给了10年21岁的王浩 本来王浩是教练组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储备的人才 但是王浩2003年就打出来了 并且势透很猛 于是教练组就决定给王浩一个机会 让他提前感受一下奥运会氛围 并没有想让他夺冠 除了单打比赛 王浩还和老将孔令辉搭档参加双打比赛 当时的男队第一男双组合是马林和陈己 本来悉尼奥运会冠军组合 王立勤和颜森应该是最强的男双组合 但颜森在2003年底出车祸了 于是最强组合就变成了马林和陈己 颜森出车祸虽然在奥运会前恢复得差不多了 但在队中的比赛他和王立勤的组合 还是没能战胜王浩与孔令辉 于是第二个名额就落到孔令辉和王浩的头上 雅典奥运会南丹抽签 马林处在上半区 王立勤和王浩在下半区 就这样马林在南丹1分之1决赛 遇到了老将瓦尔德内尔 在这之前马林对战瓦尔德内尔 已经取得了10连胜 可以说不管是球迷还是教练组都认为 马林肯定会取胜 但瓦尔德内尔声动诠释了什么叫奥运会 什么叫老儿补死是围妖 奥运会比的不仅是实力还是心理素质 更是抗压能力的比拼 因此最终马林输给了瓦尔德内尔 这就将难题留给了王立勤和王浩 虽然王浩和王立勤 在之后的比赛中都表现出色 但是到了半决赛 两人注定只有一人能进决赛 瓦尔德内尔也打进了半决赛 他在半决赛的对手是韩国选手柳成敏 最终瓦尔德内尔输给了柳成敏 柳成敏率先进入南单决赛 在雅典奥运会之前 王浩对阵柳成敏的战绩是六战六胜 而王立勤对阵柳成敏虽然也是胜多输少 但是胜率明显不如王浩 只不过在奥运会前 王浩对阵王立勤又是实战实输 幸好的是王浩和王立勤都是中国队队员 于是在半决赛中 王立勤对阵王浩几乎是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以大比分1比4轻松输掉了比赛 王浩也得以保留了大部分体力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中国男拼 本来是有实力拿冠军的 首先是马林暴冷出局 之后又是王立勤半决赛轻松输给了王浩 而王浩在决赛中抗压能力又不行 这场比赛甚至可以说是 中国乒乓球队近20年输的最惨的一场比赛 至今依旧被很多球迷提起 2010年前后 当时中国女拼的主力队员是 郭岳 李小霞 郭燕 刘诗文 丁宁 其中 郭岳参加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 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 分别获得雅典奥运会女双铜牌 和北京奥运会女单铜牌 以及女团金牌 同时郭岳还是当时女队主力中 唯一一位世拼赛女单冠军获得者 2007年萨格勒布世拼赛 李小霞和郭燕 刘诗文三位 则都是世界杯女单冠军获得者 其中 李小霞还是北京奥运会的屁卡 从这就能够看出来 当时的女队郭岳和李小霞 应该是绝对的领军人物 年龄比较小的刘诗文和丁宁 则是刚刚进入主力层 但当时的女队主教练施之浩 很不喜欢郭岳 这一方面是因为郭岳情商低 在北京奥运会之前 就曾要求要跟王楠一个待遇 一方面则是施之浩认为 郭岳的学历低 能拿到好成绩完全就是靠着运气 因此 施之浩就想要培养更年轻的 刘诗文和丁宁 来做中国女拼的领军人物 之所以没选郭燕 是因为他当时是主力中年纪最大的 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 当然 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郭岳和李小霞 严格意义上算是上一届 女队主教练陆元胜 在自己任期内选出来的队员 而施之浩想培养自己选出来的队员 那就是刘诗文和丁宁 之所以选择刘诗文 是因为刘诗文在2009年女单世界杯上 连续战胜了李小霞和郭岳拿到了女单冠军 选择丁宁则是因为丁宁 此前对战新加批一届冯天威的战绩不错 而莫斯科士兵赛女团决赛中国队的对手 就是新加批女拼 当时新加坡女拼的队员李嘉威 冯天威 王月谷 孙贝贝 于孟宇都曾是中国籍 但中国乒乓球竞争太大了 为了站上更高的舞台 他们选择加入了新加批国籍 当时新加坡女拼的主教练周树森 也曾是北京女拼的主教练 丁宁就是周树森选入北京队 包括郭燕也都曾是周树森的队员 因此他对于中国女拼非常的熟悉 比赛开始丁宁第一个出场 他的对手是冯天威 在这之前丁宁对阵冯天威没输过 但谁知道这场比赛丁宁只赢了第一局 后面就连输三局 以1比3输掉了比赛 新加坡女拼大比分1比0领先 丁宁的出师不利 让第二个出场的刘诗文也压力倍增 他上来面对新加批老将王月谷就连丢两局 尽管第三局扳回了一局 但也没能挽回颓势 最终也输掉了比赛 新加坡大比分2比0领先 第三个出场的是老将郭燕 经验丰富的郭燕 尽管开头也不顺利输掉了一局 但最终还是连班三局 以3比战胜了新加坡选手孙贝贝 郭燕的这一分成功为中国女拼续命 大比分来到2比1 新加坡依旧领先 第四局是两队第一单打的比拼 但最终刘诗文没能顶住压力 以2比3输给了冯天威 中国队也以大比分1比3输给了新加坡女拼 无缘达成世锦赛女团9连贯 在这场比赛之前 中国女拼已经连续8次拿到世锦赛女团冠军赛 在这之后直到现在 中国女拼也没有丢掉过一次世锦赛女团冠军 也就是说如果莫斯科世拼赛中国女拼没有丢掉冠军的话 截至2024年釜山世拼赛 中国女拼就可以拿到15连贯 关键的是莫斯科世拼赛中国女拼完全有实力夺冠 但经验更丰富 心理素质明显更强的郭月和李小霞 硬是被失之号摁在了板凳席上 同时也可以说 这场比赛毁掉了刘诗文 这个原本前途无限的天才少女 让太年轻的她提前担负这样重大的责任 绝对是拔苗助长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 刘诗文都不敢听见莫斯科这几个字 同时她也因为不被教练组信任 到退役都没能获得奥运单打名额 2018年当时的中国女拼主力队员是 丁宁、刘诗文、陈梦、朱雨玲、王曼玉 在这一年年底的瑞典公开赛上 中国女拼派出了高达15人的参赛阵容 其中包括了丁宁、刘诗文、朱雨玲这几位绝对主力 从这个阵容上来看 中国女拼可以说对冠军是在必得 球迷这样想的 教练组也是这样想的 当时一切都朝着教练组想的方向进行 女单四分之一比赛中 刘诗文遭遇了日本女拼的主力 伊藤美成 在此前的瑞典士兵赛女团决赛中 伊藤美成就曾战胜过刘诗文 因此这场比赛很多人都期待刘诗文上演复仇之战 比赛开始之后刘诗文也确实发挥得很出色 很快就取得了大比分3比1的领先优势 但谁知道在这之后 伊藤美成抓住刘诗文状态波动的契机 接连拿分 最终连班三局 以大比分4比3逆转战胜刘诗文 半决赛伊藤美成的对手是大满贯选手丁宁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伊藤美成到这也就到顶了 但谁知道伊藤美成又在开局大比分0比2落后的情况下 积极拼杀 利用前三板优势和丁宁皆发球失误相继得分 最终以大比分4比2再次逆转取胜 进入决赛 本来这场比赛关注的人并不多 毕竟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开赛 但因为伊藤美成的神勇发挥 当时很多人都关注着这场比赛 都期待着中国队能够有人出来狙击伊藤美成 打击他嚣张的气焰 另一个半区进入决赛的也是中国选手 还是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朱宇玲 因此球迷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朱宇玲身上 但谁知道朱宇玲面对伊藤美成脆败 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尤其是第三局和第四局朱宇玲直接被打猛了 最终以0比4输给了伊藤美成 这场比赛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开赛 但因为伊藤美成连续战胜了当时中国女拼前三号主力 可以说影响力不次于2010年莫斯科中国女拼丢掉女团冠军 1010-2011年莫斯科顺利